那你还调不调班 不调了 你找我 为什么要调班 你不 不觉得我们 两个最近怪怪的吗 怎么怪了 就是怪怪的啊 你没有感觉吗 就好比说 好比说你不喜欢看喜剧 可是你会陪我去看 我喜欢的电影 好比说 你不喜欢吃 我喜欢吃的东西 可是你会勉强 你自己去陪我吃 虽然你没有说 可是我感觉得到 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比较单调 我也不懂什么浪漫 所以 我以为 我去迎合你的喜好 你就会高兴 我不高兴 我当然不高兴 我就是不喜欢你 我就是不喜欢你为了我去改变什么 我就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 你的脾气 你的性格 我不喜欢你为了我去改变自己 而且你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么做适得其反吧 那我答应你我以后不会再刻意地改变自己 那我答应你我以后不会再刻意地改变自己 但是你也不能用消极的办法 用逃避的办法 去解决问题 我们俩以后再有问题 就像今天一样把话说开好不好 好 那 那 我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飞啊 好吧 那你还挑不挑扮 不挑了 你还要去 陈队长 你还别说啊 这次国外学习真的有用 人家那些经验真的特别值得我学习 嗯 不是啊 我之前去的时候 我有种感觉 嗯 好羡慕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也能够到海外接收一下培训 小学啊 我教你 第一课 先学会伺候师傅 去陈队长那儿 给我弄点喝的 行行行 好 等等 都不问我们喝什么你就去啊 我忘了 不好意思啊 想喝点什么 橙汁 加冰 人给两刀 我不用了 谢谢 两杯橙汁 加冰 啊 好 你这么使唤仙人好吗 尊师重道 兴火相传 那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这是帮他的 那好像我之前没有这样帮过你妈呀 好 zus diabetes 未经许都 你死脸 优优独播剧场——工程